今天学到了一个经验 如果在新加坡有这样的新业开张 或者说有这样大型的活动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提前一晚上来排队吧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Sephora新开张 前天我去逛Sephora的时候 收到了这张类似于邀请函 他发给我们说 前一百个排队的人会得到一百块新币的一个Deep voucher 然后第101个到第200个人会得到20块钱的voucher 前五百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些小礼物 然后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什么 我七点钟今天闹钟起床 然后八点半 差不多八点半吧 八点半到了SK 然后才发出什么事情 这边是第一个队伍 然后这个是在楼上的第二个队伍 我一定是在楼上的 我还没想过 我还是在楼上的 我f我就在楼上的 因为我给大家看 我说明天主要让我来看 那蘋果 也要走 这是在楼上的 我 这是第三个队伍 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队伍 然后还一直有人往里面走 新加进来的人都在这样的排队 现在是早上九点过十分 我还没有吃早饭 原本是想着今天早一点起床 来排队说不定可以拿到一百块钱 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了 今天学到了一个经验 如果在新加坡有这样的新店开张 或者说有这样大型的活动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提前一晚上来排队吧 但今天这个可能就排到队了 我要去吃早饭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